一校出身,自主创业,年终百万精通国际 艺术和财富的化身,人人喜欢的喜子郎大爷 他又来了 郎大爷实在太优秀,喜欢他的人数都数不过来 四十多岁的五十多岁的比比皆是 这吧,今天就给郎大爷安排上来 全新的年龄相近群体,他就是三十岁的相近对象 上次的网红阿姨实在太心动 奈何阿姨想要拼搏,大爷想要安度晚年 这就让两人产生了障碍 何阿姨爱情的道路有堵塞,但是相亲的脚步不能停啊 郎大爷又找上了红娘 嘿嘿,红娘啊,你看看还有啥合适的吗 陪你大爷再来几个 那可以啊,你要多少给你多少 郎大爷这次也是放宽了要求 年龄差距大地也能考虑 只要其他方面达到要求来,那出一出也是可以的 比如文化方面,郎大爷只在意未来老伴的修养 这不可知否,毕竟郎大爷本身就很修身养性 找个大佬出的画,那画风肯定不同意 亲亲交过的女朋友,这个年龄也有的 就我感觉到就是,文化身体太低 可当红娘没想到的是,郎大爷刚打开年龄线子 就来了个勇敢的女孩,为啥做女孩呢 因为这个姐妹只有33岁 今天红娘赶紧确认一般年龄 这个姐姐身高1米58,而且还是个健身教练 那身材肯定很不错呀 红娘又再三确认了一般,对方是否知道郎大爷的真实年龄 可见电话里的姐妹却表示知道 嗨,知道了差了快40岁,还打电话来相亲 这次咋想的呢 她那时候看上去还挺精神的 我特别想好奇,就是生活中,现实生活中 她是不是也是这样 只见我们这位不知名的勇敢少女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也想找一个就是银银比较大一点的 我也只想找个年轻大一点的 就是50岁之内啊,或者是60岁之内 姐姐,你这找的可不是比较大呀 是很大呀,大到没人了好吧 再大点都能去敬老院找相亲对象来 不过这姐们之所以找上郎大爷 纯粹是因为郎大爷年轻 因为这个姐姐想找到5到6岁的对象 可她看郎大爷太年轻了,没有认出来 虽然我知道郎大爷很年轻 但是没有必要往30多岁的领域上放嘛 可电话里的姐姐却觉得很惊喜 大力你多少岁了,大力是5岁之内 就是啊,挺惊喜的,我看着 有人看看她吗,不是50多岁的阿姨吗 这问题意思,是要跟50多岁的大妈抢对象吗 糟了家人们,我都不知道乡亲市场已经卷成这样了 红娘表示也有不到50岁看到郎大爷的 只不过你是最小的 再一听到电话里的姐姐反而很满足 我是最小的一个吗 目前来说是的 你看我自己多有满足感 这,是啥奇怪的想法呀 奇奇怪怪满足感出现了 所以我红娘也是忍不住的吐槽了起来 不是人家,你不怕人家跟你说你是要找爹吗 感觉找的年纪跟你相差人数比较大 我的个老天爷 33岁的姐妹看上了71岁的大爷 专门打电话前来提醒 这离谱的音乐能成功吗 电话里的姐妹之所以找上郎大爷 是因为她的恋爱观就想找个比自己大的 本身想找一个就是比我大个十几岁的 我心里面 我就是想找比我大个十几岁 等等,姐姐 虽然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但是你说话得有准啊 刚才还说大五六岁的 就是五岁之内啊 或者十六岁之内 这一下听到郎大爷这么优秀 又改成大十几二十的也可以 随后还说出了自己找郎大爷的原因 因为我自己也是偏向于健身嘛 身体明明跟数字明明还是有差距的 既然你这么看重身体 直接找同龄人不就行了 干啥还来找郎大爷 咱都不忍心戳穿 红娘都觉得不靠谱 直接下一个了 红娘紧接着为郎大爷找了一位夏大妈 这夏大妈可以说太年轻了 丝毫看不出是年纪六十的眼 本来夏大妈是不想相亲的 可是自己的女儿看到郎大爷这么年轻 还那么优秀 直接将偷偷给自己老妈报名了 哎呦我上次特别看到那个 男先生啊 他说爷爷 他像大姑姑爷爷这么年轻 他跟你很配 而夏大妈了解郎大爷之后 就抱着试着的心来来来 郎大爷也是很开心的来来 终于有个正常点的相亲对象来 那个三十多岁的 直接被郎大爷拒绝见面 这家伙 自己的女儿都四十二岁了呀 找个三十三岁的要被笑话死 郎大爷看到照片都愣住了 所以就向红娘问道 有没有没言过 这问题这么专业啊 原来郎大爷觉得夏大妈挺好看的 误以为开了美眼 还吐槽了一边科技的发达 我现在附近的照片啊 真的差距不是一点点 差距就是很大的 有些人心真的 俩人可算见面了 一见面 夏大妈就看上了郎大爷 第一眼看到就是 不像妻子爷说的嘛 就是比较阳光 那是一顿小夸呀 随后也是主动说起了儿女的话题 问郎大爷有没有收过女儿给的钱 郎大爷却一直想不起来 只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 他出国的时候 我给他的二十万人民币啊 二十万那是一套大套这二十八万好了 贵一贵 二十一年前的二十万 不愧是郎大爷呀 当时一套大房子才二十多万 就等于送女儿一套房子 而郎大爷的女儿也很有出息 在国外闯荡了一番 随后还给了郎大爷一些补贴 给了多少郎大爷也记不太清了 可能就是这钱太多的苦恼吧 五万十万的帽子给过 但是记不太清了 毕竟谁没事计较这些零花钱呢 但是这相亲咋就变成了老家长呢 这次相亲不会又要平坦结束吧 她年如百万被三十三岁女孩提醒 我其实在给你打这个电话之前 我都在想你是不是开玩笑的 结果被她抑郁回绝 她放低年龄要求 但是没有放低另一般的要求 这次七十一岁的郎大爷能相亲成功吗 七十一岁的郎大爷拒绝和三十三岁女孩子相亲 转身和五十八岁的夏阿姨相遇 这次年龄相近的他们话题也是变多 聊起了自己的孩子 两人更是说不完的话题 但是这太像唠家长了 根本不像是在相亲呢 夏阿姨也是反应了过来 主动说起了自己的感情识 原来夏阿姨也是个苦命人 被丈夫反水之后 独自带大了自己的女儿 幸好这女儿有出息 考上了硕士 母亲也是过得很不错 随后夏大妈又问起了郎大爷的感情识 笼统地讲它是文化的 文化 你跟你前任文化差比较多 不是文化这个含义很大的 郎大爷也因为感情破裂离得混 但是郎大爷并没有说谁对谁错 两人分开也是因为文化差异 而离婚也是郎大爷主动提出来的 但是郎大爷也在思考自己的不足 这个事情也是 但是从这个心理上讲的 还是找自己不对的 夏大妈听到这句话后 也是对郎大爷的感觉很不错 因为第一次见面呢 确实都只能了解一个表情 其实是确实是很少的 对对对 真正的了解这个 还是要接触一段时间 但是毕竟也是第一次见面 还是要深入了解一本 而轮到郎大爷单独采访的时候 郎大爷却问了个问题 他这种属于化妆嘛 像他这 得知夏大妈化的是淡妆 郎大爷更喜欢了 因为郎大爷不喜欢自己的 另一半浓妆艳慕 反而觉得这种淡妆是最好的 看来这夏大妈挺和郎大爷心意 但是大爷表示 继续相处一段时间嘛 老规矩加个微信 后续在微信深入了解 才能对夏大妈有个认知 这夏大妈也是客气 主动付款请郎大爷喝东西 郎大爷在四五天后 也是主动约夏大妈见面 可惜的是夏大妈去外地了 两人只能继续在微信里了解 随后两人也是见了两次面 但由于郎大爷女儿马上就要生了 所以这段时间还是郎大爷很忙的 不过两人既然能保持联系 那就说明有苗头 既然有苗头那肯定有搞头 所以还是希望两人最后能走在一起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老年相亲的家人们就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